我们在广获街的沙沟村支部门口 简单的做个面条吃 然后再出发 我们选这儿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在下小雨 这个走廊呢 现在可以 我不用搭那个贴幕了 感谢沙沟村支部 这边下班了 一个人都没有 我要叫了几声 要不然得打个招呼问一下行不行 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 现在时间是晚上6点17分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晚上的居住地 还有两三公里吧 这就是秦岭深处了算是 过牛背梁应该在30公里左右 我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儿 这是广获街庙禅村的一个文化馆场 然后那边还有好多出来旅游的那个车友 我昨天晚上也在这儿也在这儿炸了一个帐篷 里面还有木制的那个地板 所以搭帐篷非常合适 四川的车友是四连车十几个人 他们就在这儿搭着帐篷 你看早上开火了 吃了很多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做自媒体的 也在这儿也在这儿戴篷 也在这儿戴篷 也在这儿戴篷 这边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云潭层属于宁赏县管货街镇 车友挺有意思啊 这是讲故事的 这个是我在凡县碰见的车友 就是养十条狗的那个 这也是韩州的大哥 这也是韩州的大哥 你看他是他会玩古琴 就我们没什么故事 旌旗书画讲的琴 古琴古琴才真正的叫古琴 古琴古琴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古琴 二十三个人一起 古琴是七星的 它是五十星的 您慢着 是那八天亮的一场的路 在第十的灰上 这是灰嘛 这是灰嘛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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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开始 这下面就在特色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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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你笑得多么甜 我们路过了宁东巡洋坝森林堪养驿站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 几十年前的这个陕西这边民族风格的建筑 现在目前好像在修复当中 也是陕西省宁东林业局党信教育基地 这边建筑保护的非常好啊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宁赏县的巡洋坝 在八九十年代 这里曾经被称为小上海 那时候从西安到安康到四川的车都要进过这里 但是这儿是商铺林里车水马 而当时的宁东林业局 有几千名员工在山里伐木 运输木头的卡车一辆接一辆 也给这里带来了无尽的繁华 2007年西汉高速通车 巡洋坝便日渐冷落 这些老房子便是当时宁东林业局废弃的老办公大楼 还有职工宿舍 以及标志性的在210国道旁边 那栋极具时代特色的工人文化工 每到俱乐部饭电影时 这里便成为镇上最热闹的地方 俱乐部里都被挤得满满的 甚至有村民趴在窗户上看电影 随着国家越来越大力度的对环境的保护 因此这里的伐木工人也逐渐散去 宁东林业局也变成了这片神奇土地的守护者 现在的巡洋坝已撤镇 化归宁闪城关镇管辖 原来的巡洋坝镇也变成了现在的巡洋坝村 2016年8月18日 由陕西省宁东林业局投资建设的 及家庭旅游、住宿、修行为一体的家居士 宁东巡洋坝森林勘养驿站正式营营 这给巡洋坝又重新带来了蓬勃的深信 这更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完美结合 好几栋这样的建 现在应该是在改造社工 这种建筑其实保护的一定很好 稍作修缮就可以了 实质结构这个还是比较牢固的 组麦秦岭 这边就是一条小溪啊 组麦秦岭 这边就是一条小溪啊 组麦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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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妆秦岭 组麦秦岭 妆秦岭 ain't no 意外 我什么也不带走 狂风难知之凶的 我的虔诚 什么也不能让我热下 我什么也不能让我热下 你的美女 我会怀念所有的这些曲折 我迎着风 我迎着风 我迎生一生和繁华语言 温柔之夜 我什么也不带走 那狂风难知之凶的 我的虔诚 我还是要仰千帆 当我抵抗风 从我耳朵呼啸着日落 那一刻我的心装 吸着梦变得飘摩 我爱着千万又平静 到这里的每一天 我会怀念所有的这些曲折 让我把最烦心的忧荡 你和生一着 三股仓 去的是仰旅 我看着别人 就学习 atenção